那么当车轮陷入泥坑时,正确的自救做法是什么呢? 第一种方法,你可以找一根结实的木板或者棍子,稳固地绑在轮胎下面,这个时候你再踩油门,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脱离泥坑了。 第二种方法,如果你在的地方找不到木板或者棍子,那也可以利用车厢内的工具,写车轮螺丝的扳手。 方法简单易操作,你只需要把扳手卡在螺丝上,然后找个木条固定住它,上车加油就可以了。 这两种方法还是简单,学会这两种方法就不用请同行的人帮忙在后面推车了,也可以避免等待拖车,把车救出来的尴尬。 这两个小方法司机师傅们都学会了吗?下次再遇到车轮陷泥坑打滑时,不用紧张了,试试这两招,脱离困境,so easy。